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安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楚埃及记》十八章 十八章一整章的圣经 那我们就是摩西人岳父叶陀罗 听见神为摩西和神的百姓 以色列人所行的一切事 这是耶和华从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 所以他就带着摩西的两个儿子 摩西的妻子 就去来到西南山 西南山就称为神的圣山 所以摩西非常高兴 接待他的岳父 我们从第七节开始读 摩西迎接他的岳父 向他下拜与他亲嘴彼此问安 都进了帐篷 摩西将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缘故 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 以及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 并耶和华怎样打救他们 都述说与他岳父听 耶和华因耶和华带以色列的一切好处 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 便胜欢喜 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 将这百姓从埃及人的首相救出来 我现今在埃及人向这百姓方狂傲的事上 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 摩西的岳父耶和华把安器和平安器献给神 亚伦和以色列的重招都来了 与摩西的岳父在神的面前吃饭 我们就暂时读到这里 那弟兄姐妹感谢主 这个外邦的祭司说耶和华比万神都大 那你知道耶和华是一个外邦的祭司 他不是以色列人 当他听见以色列的神 借着摩西人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 并且他们经历了埃及的大军的罪伤 神却开了红海 并且神又用云柱跟火柱来引导他们 然后四面环绕他们 叫他们很平安很安全 并且又几大磐石出水给他们喝 然后降下马拉供应他们 使他们没有任何的缺乏 那这一位外邦的祭司 他就说了一个很伟大的话 说耶和华比万神都大 耶和华比万神都大 耶和华比万神都大 那弟兄姐妹这是太奇妙的 耶和华比万神都大 耶和华比所有的爱大过 耶和华大过一切埃及的所有的神子 那也大过耶托罗他所侍奉的那一位神 那弟兄姐妹 那这个万神之神呢 意思并不是说我们的神是最大的神 最结束神 那其他的神呢 还有很多的其他神 不是的 那那个意思是说神是独一的真神 那弟兄姐妹感谢神 每一天我们都要来赞美耶和华 因为他是独一的真神 他是独一的真神 他是大过一切的神 所以我们要将荣耀尊贵全病都归给他 那将他当得的赞美来归给他 那弟兄姐妹感谢神 我们的神不只是比万神都大 他也比我们任何的我们所有的困难软弱都还要大 他比癌症更大 他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 他也比魔鬼更大 那他感受所有的污鬼 也有一天呢 这个魔鬼所有的偶像的诠释都被丢到无底坑里面 最后被丢到地狱里面去 那弟兄姐妹感谢神 我们的神也比我们生活里面 所有的难处都更大 弟兄姐妹感谢神 感谢神 我们有这一位神 我们就可以不用惧怕 因为祂帮助我们 祂比万神都大 祂比一切都大 所以弟兄姐妹感谢神 有一首诗歌 我觉得蛮好 我就唱给大家听 好 主能能死下眼看见 耶稣已能 一直伤心人 耶稣已有 血病释放 叫不可能便未可能 唯有耶稣 唯有耶稣 掌唤天地万有 你有耶稣 能是随便成就 叫狂风飞浪平行 叫狂风飞浪平行 大能赦罪行神 耶稣 耶稣无人能与你相比 弟兄姐妹感谢主 我们有这位神 我们有为这位主 我们就不用惧怕 所有的困难 都交托在耶稣的手中 耶稣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全心全意的来仰望祂 祂可以帮助我们 大外一生也是经历许多的困难 但是祂的秘诀在哪里 祂说我常将耶稣摆在我的面前 我便不自咬动 所以弟兄姐妹感谢主 耶稣比万神都大 我们的神大过一切的神 也大过一切的恶劣的环境 也大过我们所面对的一切的困难 上帝祝福祢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恩在祢面前 谢谢祢 主要感谢祢 让我们看见祢是全能的神 祢使我变唯有 祢叫我死人复活 祢使那些软弱的变成钢墙 祢叫我伤心的人 能够得到医治 谢谢耶稣祢 祢祢祝福我们今天靠着 那加给我们力量的 我凡事都能做 祢祢祝福每一天 每一个礼拜 就是全心全意 来工作的弟兄姐妹 全心全意 传福音的弟兄姐妹 祢祢祭面我们十四个 幸福享主 让把得救的人 天天加给我们 主啊 我感谢祢 我们流泪洒种 我们一定会欢呼收割 主啊 保守我们 让我们知道 祢是我们四为的盾牌 所有一切邪恶的权势 都不能够伤害我们 谢谢祢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